交局,驻车身稳定防止控罩或7月起新车虚装ESC系统。大马最赞。 交局,驻车身稳定防止控罩或7月起新车虚装ESC系统。 陆路交通局总监拿督斯丽莎哈鲁丁指出,各汽车厂商从今年7月1日起所生产的汽车,都必须备有车身动态稳定系统,ESC,以助降低国内的车货率。 Sponsored Links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霹雳,以保时日训,陆路交通局总监拿督斯丽莎哈鲁丁指出,各汽车厂商从今年7月1日起所生产的汽车,都必须备有车身动态稳定系统,ESC,以助降低国内的车货率。 不过,在7月1日起所生产的汽车,不过,在7月前生产的汽车和二手车则不受到这个规定影响。 Sponsored Links,7月前新车二手车不受限。 他今日在以保出席马来西亚车业总会,车总,第四十届常年会员代表大会开幕仪式时表示,这是交通部去年落实的决定,并于今年7月1日起实施,所有的汽车厂商都必须遵守这个规定。 他说,ESC能在汽车即将失控时,介入稳定车身,有助于行车安全,协助降低车货率。 若这项措施实施的顺利,陆交局将探讨摩托车配备ESC系统的措施,因为国内的摩托车车货率一直很高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沙哈鲁丁 根据交通部的报告,去年国内多达64%的车货都涉及摩托车,陆交局也致力于在今年内降低车货率。 今年的佳节执法也已于6月7日推介,8日至24日在全国各道路展开,涉及的执法人员多达1700名, 同时也将有变装官员承搭巴士取缔违规的巴士司机。 Sponsored Links 他也呼吁驾驶人士,经过了早前车祸引发安全气囊夺命事故后,相关的车主必须尽快去更换安全气囊,而已搬家的驾驶人士也受促在两个月内前往更新住址。 探讨延长B5、B7验车有效期 沙哈鲁丁在为马来西亚车业总会第40届常年会员代表大会制开幕此时,针对车总总会长许宗文提出有关延长B5检验、转名检验、及B7检验、贷款检验、有效期仪式回应, 指他将会和交通部长派交通部长派谈,看是否能把原本30天的有效期延长到90天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 许宗文稍早前在致辞时,向沙哈鲁丁反映了二手车商在卖车时,面对了上述验车有效期过短,导致买卖车程序无法迅速完成的问题 Sponsored Links 我们大会员在汽车转名手续上有和路交局网路连线,基本上填妥了表格后,几分钟就能完成了转名手续 而且现在也有银行提供一分钟批准车贷系统,购车人士也能迅速获得贷款,但整个买卖车程序就卡在验车方面 盼望约验车免额外收费 如果我们能把B5检验和B7检验的有效期从原本的30天延长到半年,那么购车人士就能迅速获得车子 若无法或延长到半年,或延长至三个月或90天也很好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 他希望电脑验车中心,PassPassCom的网上预约验车服务,能够废除征收额外收费的制度 而这要求也获得沙哈鲁钉承诺将向电脑验车中心方面反映 Sponsored Link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